一直以来 韩国在航空工业领域 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和技术引进 直升机领域尤为明显 陆军航空兵所装备的主力武装直升机 基本都来自于美国 包括MD-500防御者 AH-1眼镜蛇 以及AH-64阿帕奇等型号 为此 韩国政府早就提出发展本国军用航空工业的庞大计划 并专门成立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着手研发国产直升机 所以早在2002年 韩国便提出了名为KUH的直升机发展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韩国航空企业在欧洲直升机公司的帮助下 引进了超美洲报直升机技术 并在其基础上研制了KUH通用直升机 2013年 韩国首款国产通用直升机 KUH-1完美雄鹰问世 不过 完美雄鹰似乎并不完美 来自韩国监察院的报告显示 KUH-1通用直升机 不仅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 且多处制造工艺未达合格标准 服役后 该机接连发生事故 其中 2018年7月 韩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KUH通用直升机 在试飞中 主旋翼突然脱落并坠毁 机上6人中 有5人遇难 成为自该机服役以来 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 韩国军方一度宣布停飞 无奈之下 有点扛不住的韩国陆军 只能在2016年 向美国采购了36架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来暂时填补空缺 不过 韩国在采购阿帕奇的同时 也没闲着 通过和空直公司的深入合作 终于在2019年 推出了一款轻型武装直升机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为韩国陆军研发的这款 轻型武装直升机 LAH 为了替换韩国陆军 日益老化的MD-500直升机 和AHES眼镜蛇 轻型武装直升机 2015年6月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接到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 和韩国工业技术开发研究院 价值约9亿美元的合同 要求研制一款 五吨级轻型武装直升机 这就是轻型攻击直升机 LAH的项目 之后 韩国航天航空工业公司 开始与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 合作开发该项目 研发工作正式开始于2015年6月 2016年8月 LAH武装直升机基本设计完成 并在11月组装完成原型机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于2018年12月18日 在其位于四川市的总部 公布了第一架原型机 标志着韩国LAH直升机计划测试 和评估阶段正式开始 之后 又通过对LAH进行一系列地面测试 来验证直升机的发动机 推进系统和其他关键飞行系统 2019年7月 LAH轻型武装直升机 成功完成首飞 在之后的时间里 三架原型机进行了850飞时的测试 其中还包括2019年 首尔国际航太国防展 开幕日当天进行的飞行表演 展现其灵活的飞行能力 除此之外 LAH还完成了机炮 火箭与飞弹等武器的试射 凸显其已经具备 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020年底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宣布 LAH的评估结果为 适合战斗 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并将和韩国陆军现有的 36架阿帕奇形成高低搭配 完成进一步增强 韩国陆军空中打击能力的使命 LAH轻型武装直升机 在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的 H-155B1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是对较老的AS-365海豚直升机的 现代化升级型 功能更加强大 空客直升机公司的H-155 是一款性能出色的中型民用直升机 其改进型号H-160 被法国军方选中 发展出了H-160M等多用途武装直升机 作为虎式武装直升机的搭档 代替之前的老旧型直升机 所以 韩国航空企业选中H-155 作为LAH武装直升机的原型 也是非常明智的 LAH基本保持了H-155 民用直升机的机身设计 所以延续了其时尚流线型的外形 和寒道式的围讲 飞行阻力较低 其最大速度达到了325公里每小时 快速性较好 由前三点式机轮起落架改为滑翘式 机身两侧有O型短翼 配备一个挂架 短翼上有用来摄影对焦的标志点 便于进行各武器发射测试 LAH武装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使用了两台法国塞丰集团 和韩华集团合作生产的 透波梅卡涡轴发动机 预计功率达到1650马力 值得注意的是 其发动机排气口向上弯曲 将发动机废弃通过悬翼驱散 减小了红外信号 与之前公布的模型有所不同的是 LAH采用的是四叶螺旋桨 而不是五叶桨 其悬翼直径12.6米 机身长度14.3米 机身最大宽度3.48米 高度4.35米 空重2.62吨 最大起飞重量约为4.9吨 航程约为905公里 最大声线5865米 爬升率达到了每分钟549米 LAH武装直升机 在机头位置 安装了光电探测系统旋转塔 曾经发布的方案之一 是光电探测系统 安装于直升机驾驶舱的上方 发动机前方的位置 这里具有更好的视野 但是受发动机震动影响较大 估计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无力快速解决有关的问题 所以最终选择安装至机鼻位置 在机鼻光电探测系统的下方 是一门单管炮塔式20毫米加特林炮 和韩国国产反坦克导弹 推测采用了机体内置弹药箱的链式器官炮 设计也应该达到180度左右 最后在机身中部的客舱下方位置 安装了不穿透机舱的弯梁式武器挂梁 武器挂梁有四个挂点 可以携带火箭发射潮 中轻型反坦克导弹等武器 采用不穿透弯梁式武器挂梁 在确保武器挂载的情况下 与穿透式武器挂梁相比 保留了机舱空间 其机舱还可以携带人员和物资 保留了直升机的通用性 不过不穿透弯梁式武器挂梁 不能携带重型弹药 但是对于作为侦查和通用来说的 LAH武装直升机是可以接受的 LAH还具有携带火箭吊舱的短翼 以及安装在机头上的电光 红外传感器 机身和尾部安装的导弹警告接收器 以及用于降低红外线特征的 向上排气装置 2022年2月22日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日前宣布 韩国新研制的LAH轻型武装直升机 已在加拿大通过低温测试 报道称 这场测试是从2021年12月初展开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委托民间空运业者 以及安-124运输机 将LAH原型机 试飞员与40余名技术团队成员 送到临近集圈 冬季均温为摄氏-32度的 加拿大西北地区黄刀镇 展开为期将近10周的测试 期间 共进行40架次飞行 与165项技术验证 其中最重要的测试 就是让LAH长时间暴露在低温下 验证机身 发动机 操控系统 与其他零组件能否正常运行 在完成这次海外测试和评估后 韩国计划在2022年底 完成该机的开发工作 能够定型装备 并计划随后扩展研发该机的无人型号 这次的评测 也无疑为LAH向作战验证大不迈进 据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计划 预计将向国际客户销售300到400台 LAH平台 这次成功首飞的LAH轻型武装直升机 和它的孪生兄弟LCH通用直升机 可以说是近年来 韩国直升机发展历程中 一个典型的缩影 那就是失从法国 LAH直升机 就是以空客直升机公司的 H-155为蓝本改进而来 而此前韩国已经批量生产的 KUH-1通用直升机 则是以SA-330美珠包围蓝本改进而来 这两款直升机和参考的型号原型 拥有高度的相似 法国血统非常浓厚 经过这两次的纺织工作 可以说韩国已经具备了 基本的直升机制造能力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